當時我很感謝我媽媽給了一個自由給我 為什麼呢? 因為我考完會考的時侯也不想再讀書 無論如何成績,我也很想出來工作 我媽媽竟然一口答應 如果現在十幾歲的小朋友問你,我讀完基本學歷的時候,我不再讀上去了 你們有什麼感覺? 很感謝我媽媽給了一個自由給我選擇 也很感謝她的一句說話支持我 她說學歷不夠不重要 當你學歷不夠的時候,就比其他人勤力一點 這句說話令我十七歲到二十五歲 一位很年輕的畢業生出來工作的時候,就拿著這個宗旨去工作 很可愛的地方就是我和很多香港人不一樣 很多香港人很喜歡做一份工作很久,找升職機會 我當時其實香港是在吹捧高學歷和高專業資格的年代 我在八年裡轉了五份工作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高學歷和高專業資格的人都很想在這個工作崗位 在他本身工作崗位裡做到升職、加薪、 由一個部隊的主管、部門的主管、公司的主管 其實當時我是沒有這些想法的 為什麼沒有這些想法呢? 是因為覺得不適合就走 其實不適合就走代表什麼呢? 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所以每一份工作很容易走 然後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在我眼前的時候 我也會爭取機會去認證 也很容易認證成功 所以我在八年裡轉了五份工作 很多朋友說八年絕五份工作很厲害 八年絕五個男朋友比較厲害 所以我覺得絕五份工作也還可以 發表著自己面試的技巧是好的 但是不好的地方很容易做幾份工作 直至到我在1997年 八周年 整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技巧 所以現在雙方很容易建工 也很容易 直到1997年金融風暴之後 1998年我在商台 認證了一份廣告工作 那時候我是大約22歲左右 當時工作機會是非常之多的 而且工作機會是非常 晉升機會都很高 商業電台令到我 由一個普通的 很打工仔的狀態 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打工仔狀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 其實這份工作令到我學會了很多東西 第一,我可以接觸到香港很多 一些巨大的企業 去了解他們的工作規劃 還有一些市場計劃的規劃 那我主要工作就是做 結席招待會、演唱會 幫一些大的品牌做練度計劃 把一些老的品牌幫他們活化 其實廣告的工作令到我 在短短時間內 成長了很多很多 也覺得自己定了 在這間公司裡 不要那麼容易離開 3年、5年、10年 其實想在工作做到什麼崗位 或者年薪過多少 或者自己手上有什麼大客 都聽好了 但有趣 人的計劃是很有限的 上帝計劃呢 我有信任,我是基督徒 上帝計劃是更加美妙的 他正正在我工作上非常有機會 和我很努力去專注我這個升職工作機會的時候 他竟然給我一次廣告公司 做完表演之後 遇到一位小學同學 我這位小學同學 其實他都是地製造傳媒界的 所以我們有一天有機會 出街約吃飯的時候 他分享了工作的近況 和他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理想 我不知道打工仔的我們 當時我們是否只是說年薪過多少 或者我的配件 乳不過肚不肥 是說這些 但是 波琳會跟我說理想 跟我說認識一兩位 他的前輩 他教識了他對這個世界 看東西的寬闊面多了很多 我很好奇 如果這份工作可以令我有成長的時候 我都很好奇去了解一下 所以當時的他逢禮拜日 九點鐘就會打電話給我 第一次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就是我聽講座 香港人的我們 聽講座是很敏感的 而且敏感到他覺得有些奇怪 我也是很有禮貌拒絕了他 因為做傳媒的人 很容易拒絕人的 就是說一個我開了會 我正在開會 我沒有空 有什麼項目 其實這些都已經有很容易拒絕 所以 我是拒絕Pawlin 拒絕了六次的 其實他打給我到第三次的時候 我開始有點反感 但我就覺得 其實他人都很好 那你繼續保持聯絡 到第六次打給我的時候 我當時有一個想法 就是如果他打給我第七次 我什麼都不問 我就去的了 我覺得他很有誠意 去叫我去聽一些事情 那些事情 可能我是不知道的 我就是憑著這個直覺的觀念 到第七個禮拜天 他真的沒有放棄 他真的打電話給我 所以那次其實我沒有問在哪裡 也沒有問幾點 我就告訴我 我就告訴我 在哪裡 我們在哪裡等 在那裡等的 seminar 幾點開始 我就去了 在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聽不明白些什麼 我想當年是很年輕 而且很專注在自己的工作 聽不明白些什麼 但聽不明白了一個人生比喻 叫做危機意識 一個人生的學問 叫做危機意識 我不知道大家對危機意識的感覺是怎樣 不如我們一起做一個簡單的聊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公開考試 如果有一句話 你在你的控制鏡頭舉手就可以了 我有公開考試的集 曾經有公開考試 有兩個三個 有很多人有公開考試的經驗 你在公開考試的時候 不知道你有沒有 打算戴幾支筆呢 如果你有開鏡頭 你給我知道你戴幾支筆 Joey戴五支筆 Angeline戴三支筆 Judy戴幾支筆 去考試 不戴筆嗎 OK 你戴兩支筆 Savio老師戴三支筆 Renee老師戴三支筆 Renee老師戴三支筆 Renee老師戴一排筆 Jusica戴一個筆袋 為什麼我們要戴三支筆 一個筆袋 甚至五支筆 為什麼你不戴一支筆去呢 如果你試朋友去考試 為什麼你不戴一支筆 要戴三支筆呢 是因為一支不夠密 或者斷了 第二支立刻補償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說考試很重要 人生還不重要呢 人生怎麼可以靠一個工作 和一個收入去支持自己家 和父母的退休生活 和整個家庭呢 當時這個人生的智慧 是打響了我的腦 我參加NuSkin的原因是支持朋友 買了一袋產品之後 沒有動力起步 也沒有用到這些產品 直至到我看到它在我家的角落 大約有兩三個月左右 那我就覺得我要和它來個了段 放回去之後也要用了它 那我就用了三個禮拜 就想證明給我的介紹人知道 其實我用的產品都很明顯 不過我都不會做這個生意 我只是想告訴它 這個生意是不適合我做的 所以呢 給大家看一下 當時我是 2001年參加NuSkin是這樣的樣子 是不是 因為我要證明這個生意 不適合我做 我要勁用產品 我告訴大家 就算我用得很好也好 這個生意是不適合我的 那我告訴大家 就是 當我這樣的心態的時候 我勁用好產品之後 是怎樣呢 嘩 是不是很大分別 怎料兩年之間 整個皮膚 樣子、眼睛全部都不同了 所以過程中 只是想用好產品 沒有想過參加 但我多謝弘輝這個團隊 給了很多訓練我 讓我去成長 在過程中 到第四個月 我就正式起步了這個生意 到了2003年 我在香港 代表弘輝 能夠獲得一個 叫做全球最高的職涵 當時叫做藍鑽石級主任 到了2002年的時候 就是我復出了 我生了兩個小朋友 中間有幾年時間 我就結婚 生小朋友 到了2012年的時候 因為公司有Achoc 這個科技 我就復出了 到了2019年 去旅行的一張自拍 都覺得還可以 這個就是在2001年 到2019年 18年裡面 我是不同狀態 由專注打工 整個樣子是肥腫不分 到專注用產品 沒有想過做生意 到最後 透過團隊的系統 幫我成功了生意 到我結婚 生小朋友 休息了幾年時間 再出來 19年 這個就是 很展現得到 作為一個女性的狀態 贏是贏了狀態 不單止贏 又是樣子 好了很多 變了狀態 當時 沒有想過賺額外收入 因為我打工很專注 因為我公司的工資也是很高的 而且我是銀行空間 真是多勞多得 所以額外收入 對我來說 我是沒有觀念 直到我媽媽要退休了 我就想起 Muskin 原來可以是一個額外收入的機會 我就重新重新了解生意 後來認真了解的時候 原來Muskin 是帶給我一個不在職收入 當時 我們老師分享的時候 他說 等於你有幾層樓收租 你知道我打工那麼久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可以買樓 也在想租樓很貴 那我就想 原來做Muskin 我為了我媽媽的退休 我每個月多萬多元 讓她退休生活好一點 到最後 原來我可以有幾層樓收租 的一個收入方式 那就是當時是這樣 又再明多一次 Muskin對我的人生價值 是比較多一點 那今天不只是聽我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公司的事業機會好嗎 因為我們知道 公司的將來 同時我們也要知道公司的歷史 因為它的歷史讓我們有信心 剛才這間公司在1984年 在美國猶他州用5000元美金成立 所以你懂得很快計數的時候 我們公司已經發展了 全球穩定發展了35年的時間 有24年我們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正版上市 上市代表著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透明度很高 另一個就是我們有很多資訊 可以透過網上 和正式在財務報表上看得到的 第二就是我們公司 被一個鄧白市評級 評級機構 定為我們是5A公司 5A公司 代表著我們的現金樓相當健康 可以隨時進行收購合併研發的工作 對一個企業來說 隨時進行收購合併和研發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我們2018年的年度營業額 是接近27億美金 現在遍佈全球有55個市場 今天可能我們有加拿大 我們有美國 有澳門 有香港 甚至乎錄影之後 我們有澳洲的夥伴都可以看到 全球55個國家 你在哪個地方了解都不重要 在那個地方開始發展整個藍土 去到55個市場 從1984年到2019年 我們整個公司的年度營業額 去到150億的獎金 派出了給我們的直銷商團隊 每5天創造1戶100萬美元 我們在為世界的貢獻 取資社會、用資社會這方面 其實我也是很喜歡公司 公司有6億6千萬份的物餐 到第三國家手機 我的小朋友的口中和手上 我們接下來12月份 就會有全球的捐贈計劃 就是因為聖誕節的關係 你捐4包 公司就會捐1包 都幫了很多第三國家的小朋友 這個就是公司的背景 到公司這麼多年的時候 其實產品是否重要呢 非常重要 Newskin是定為一間一定成功的公司 在我角度 為什麼呢 因為Newskin的產品 它是必需品 必需品作為生意的基礎 產品好 必需品是很重要的 第二 Newskin的產品是重複消費品 所以作為生意的評估 我們手上的產品是必需品 同時是重複消費品 也很重要的 過去Newskin是領先科技 在美容業界的時候 我們用好的成份 全部都以專利買了的成份 領先了全球30年的美容業 用好的成份和專利的產品 打開我們的市場 直到09年的時候 我們公司有很大的轉變 就是A shop的科技 我們透過這間公司 叫Livejang 它能夠提供到全球 它用了30年的時間 一些基因資料庫 協助我們找到科技的產品 和當中的研發 透過這個基因晶片 找到我們人類 衰老的表達方式 和年輕的表達方式 透過我們公司 不斷找到成份的配方的時候 就能夠精準地 調配到的成份和配方 可以幫我們進入人體裡 調控我們基因 由老化去青春 青春的基因繼續提升 老化的基因可以調慢一點 這個雙向的調節 就是我們公司 一個很重要的科技 所以打下來 由2019年到今年2019年 十年裡 我們公司持續生產 A shop的產品 十年裡 我們創造了十個新科技的產品 能夠帶動到全球市場 有84億美元的營業額 等於接近六百多億的 港元生意 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新的計劃 Velocity 就是公司2018年到2023年 一些全球的計劃 第一個就是協助我們 更加優質性的產品提升 我們由種子到原材料 一個全面的提升 就是我們收購合併的一間 叫做Globe 它是全球用水間種植 提供原材料優質的公司 因為接下來的大環境的轉變 也影響到很多原材料的品質 也影響到原材料成本的關係 所以我們公司今年年初 正式投放了很大的資源 去收購合併了Globe 公司 我們有一些新的產品 已經透過我們這個種子 去到種植 成為我們公司原材料的配方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企業項目投資 也是在增加公司成本 控制得很好的一個項目 所以到了公司Velocity的時候 它的背景是做得非常完善 另外透過我們一些新的產品體驗 以及新的產品包裝 新的產品的 formula 以及新的產品的研發 亦都打了我們一些很多元性的市場 我們公司有一個新的系列 是針對20元到40元美金 網上購貨 是一個online加速消費的魅力 它是online purchasing的魅力 是針對18歲到30多歲的年輕人 是很多元性很多元化的產品 同時A-Shop的產品 也是針對35歲到80歲的市場 所以在產品方面 無論在價錢優勝 我們產品容易分享 和我們online cover的市場 是很大的 跟社交媒體 也只是我們簡單的 每天在網上分享 我們公司已經拍了很多很多 一些很漂亮的相片 令我們加上我們一些KOL 加上我們一些團隊 我們自用產品的效果 我們一起玩產品的遊戲 和剛才公司這麼漂亮的相片 幫助大家 遮蓋了整個社交媒體的市場 這就是我們公司 在過去一年 我們透過online的產品 給大家看到一些風潮 瘋狂搶產品的風潮 而我很喜歡的公司 就是黃金生態圈的Device Platform 是全球第一間公司 由洗臉到皮膚護理 到日監護理 都是由我們自己控制得到 以及是Device的市場 紙面上 由一間公司 由洗臉到Treatment 到日監護理 都是由一個品牌服務到我們 跟大家分享了 我們有一個Numi市場 Numi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很代表到一個加速性 我們有一個王牌產品 叫做9ynex bar 用了十年的時間 全球我們銷售到接近一百萬部 超過一百萬部 Numi這個最新的產品 就是十八個月 就賣上二百萬部 所以整個市場速度變得很快 也是今天的New Skin 和以往的New Skin 最不一樣的地方 好了 也到了一個新的革命 就叫做激 economy 今天很少人喜歡 注定做一份工 我想做多些Part-time 我有Full-time 都喜歡做Part-time 或者我在Anytime Anywhere 都可以目標到 我自己理想的工作模式 或者完美的工作 生活狀態 也很感謝公司 能夠在Back-up方面做得很好 公司用了一個新的投資項目 叫做New Town 也叫做MeCommerce 2020年 叫做New Town 它能夠幫助到我們做Requipment 幫助到我們分享的產品 都是一個很快 和很Global的平台 簡單來說 只要你免費登記 成為New Skin的會員 就會有一個My Store的App 是免費登記的 同時做一個Lock-in的時候 這個Lock-in 就跟我們網上的戶口做了連結 全球有40個國家 可以任你選擇 透過當地的產品 把連結過去 就可以簡單做到Share Bonus 是一個很前期工作的一個reward 說到這裡的時候 跟大家介紹一位朋友 她是因為一部Numi 現在有New Skin 大家會看到她的照片 是不是很震撼 你看到現在她的樣子 跟她以前的樣子 是完全不同的 她是一位自由工作者 也是一位旅行愛好者 如果你身邊有朋友 或者你是很喜歡去旅行 很喜歡自由工作的一個生活模式 我相信接下來Jacky的分享 她可以幫到你 如何透過一部Numi 她就可以能夠 用一年的時間 擁有在New Skin 不在職的收入 這個時候 我把麥克風交給Jacky 用完她跟我們一起做個分享 Hello 聽到嗎 清楚 Jacky 謝謝你 是不是 我不用開 原來看到我的樣子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ky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我現在是一個全職瑜伽老師 以及我是聲音療癒師 同時我真的很喜歡去旅行 我差不多每個月都會去 我自己去到 我想二十幾 二頭的時候 我跟一般上班一樣 我就在中環一個 我覺得挺好的地方上班 我覺得自己都利用到自己的價值 去幫公司工作 當時我是一個國際人力資源公司 做業務分析 主要是幫公司和其他不同國家的同事 去分析他們 其實現在市場上的分佈是怎樣 數據是怎樣 其實一直都很好 不過 突然有一天我發覺 其實每天都要上班 下班 然後就回家 睡覺 然後又上班 下班 上班是大壓力的 其實我一開始不覺得 然後經常病 然後皮膚變得很差 然後用很多方法都解決不了 那就到我二十中的時候 那我就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 每個人都覺得其實不應該 那我當時就是決定 我不要我現在這份工作 那就去發展我自己的興趣 由我興趣出發 那就是成為一個全職的瑜伽老師 除了是我的興趣之外 我發現正確地去教別人做瑜伽 其實是可以更加 比起我在工作上幫別人分析熱務之外 是更加從心去幫到別人 那看到很多學生和朋友 可以真的從心去幫到他們 看到他們從心裡開始發出來的自信 和變得更加健康 是我覺得很大的滿足感 那中間我也花了很多功夫 那除了在市面上 大家瑜伽老師會有的 一個二百個小時或三百個小時的瑜伽執照之外 那我另外有進修很多不同的東西 每一年我都找不同的方法去進修 那令到我自己可以和其他瑜伽老師不一樣 那這幾年其實我都只是專注於私人瑜伽 那我週末和公共假假期 其實我都不教班了 因為我想把時間留給我 覺得我想陪伴的家人或者我老公 那其實我只是一個星期 用四日的時間去教班 那其實班和班中間 其實我也有很多Festival的時間 可以去找到我家人吃飯 然後陪朋友洗澡 買送主日飯 然後陪我老公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生活模式 其實真的很適合我 然後我老公回來了 直到有一天 其實有一天我姐姐和我吃飯的時候 聊天 其實New Skin 是一個可以發展到全世界不同國家的生意 那其實他跟我說 如果你接下來會想要小朋友 那不如試試看我可不可以在我空餘的時間 去發展一個可以累積的不載積收入 那讓我在日後有小朋友的時候 我的財務可以變得3D 可能我想多些時間陪小朋友的時候 也不怕有手停口停這個狀況 那所以我就突然覺得 現在可能真的需要在我現在這個 我覺得都幾好 幾完美的生活裡面 可能有一個轉捩點 那其實我從一部LUMI開始 那我就覺得都幾好 那我就因為這樣 而慢慢開始了這個生意 其實不覺得都 應該有一年左右 那這一年裡面 我覺得我真的做到 我又沒有影響我喜歡做的事情 我也是很熱誠地教瑜伽 不停地去進修瑜伽界的事情 或者學一些音療的事情 那同一時間 我又可以慢慢在NewSkin裡累積了一個 現在我也覺得是幾滿意的一個 穩定的非在職收入 差不多都是等於一個很小的單位收租 我覺得都幾好 而最開心的是 其實我真的可以慢慢 由幾個月開始 就有一些美國的朋友 英國的朋友跟我一起 由用好產品開始 就可以很簡單 就可以開展到這個生意 幫到朋友 又幫到我自己 大家一起可以有這個改變 我覺得很好 作為一個很Local 很土生土章的香港人 我覺得如果可以慢慢透過這個生意 去改變到我自己 或者我朋友 將來的生活模式 讓他們可以自由一點 享受到他們做打工仔 或者是全職家庭主席 或者是我Freelancer 那樣的人 都可以由part time開始 去發展這個不在職收入的好處 其實我覺得是很好 多謝你 多謝Jeky的分享 大家聽到我的聲音嗎 都聽到了 是不是 我解翻音 我跟Jeky經歷了一年的時間 我真的感受到她 作為一個自由工作者 守庭口庭的限制 也很感謝她 相信我們整個系統 我們網上的系統 她真的透過 我們網上的回應 和網上的很大量的採用 她在很短時間裡 已經建立到她有三個國家的收入 同時間她是很爭取到 一年的時間裡 已經有一個很不錯的 Practive Income 讓她將來人生的 status 去到有改變的時候 她都可以得到很大安全感 多謝Jeky的分享 接著我就要去到 另一趟就是 Program 其實公司的Program 是很短性 很短暫 可以令我們 將來想要很大的 似乎我們喜不喜歡分享 似乎我們 每個社會人民方面 和我們帶領團隊方面 我們是否可以 各選其一 透過自己喜歡的東西 去做好Newskin 或者選擇你的崗位 其實很簡單 每個都自己開始 接著我們就交識五個朋友 這個五個朋友可能想移民 這個朋友可能想去外國讀書 這個朋友可能想有額外收入 這個朋友可能想辭一份工作 好像Jeky那樣 找他的興趣等等 下去的時候 我們說複製 以及我們說 帶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透過我們一路努力 一路努力複製下去的時候 我們金資的擁金制度是六代 有二萬間分店 每一間店等於一個人 他認真經營的意思 我們沒有人那麼聰明 我們常常都說 我們帶動三個層 我們三個層級的時候 這個家庭上有155間分店的人 努力發展Newskin 現在我們Filosophy 最基本的業績是三萬元左右 而因為這些朋友都要培訓 一路一路這樣培訓下去 公司承諾我們每間分店 有5% 是回報給我們作為培訓的獎金 所以這個時候 就會有接近23萬的不在職收入 其實回想起我很多年前 去聽這個行業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自己有不在職收入 也沒有想過有幾十萬的不在職收入 當時我的老闆 都是賺很多錢一個月 加上Bondus 每年的月薪等等 但我看到的什麼不一樣 我看到的生活狀態 和我是Newskin Leader的生活狀態 看見是截然不一樣 所以我不是因為 每個月賺到多少 而加入 我真的因為不在職收入 這五個字 而是在Newskin 過程裡 不停努力去嘗試 並且是全球 剛才也說過 透過公司的Vilosophy 的網絡網 今天一條連結已經可以去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一個網絡網 透過我們分享 你的朋友的興趣 一條連結給他們 自然加入 網絡就可以 買到產品 馬上可以起播 這些都是對我來說 很印刷公司這麼多年的轉變 而是協助到我們的夥伴 將生意可以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另一個就是我們叫Build Build 是什麼 Build 其實是一個 公司的用金制度 它是很激烈的 即是很激烈到一些人 它是可以很簡單去做好這個生意的同時 它的團隊都是一起可以幫到手 好了 跟大家分享 我們有個Build Bonus Build Bonus 就是每個Weekly的一些Online和Offline 混合在一起的業績的獎金計劃 每個Vlog就會有獨立的計算方法 我們由5%到40% 今天就不詳細去講了 但是我作為一路二來做開 就是Sales-based工作 一間公司它可以 每個星期的營業額 其實不會剩下 只會不停不停加上去的時候 它不剩下你的% 同時不停增加這個% 是一個很吸引的分比 所以 加上 怎樣可以做到這個營業額 例如 怎樣可以做到每個月 3.5-4萬元的營業額 4萬元的營業額 怎樣去做 我們團隊有一系列的 Online支援給大家 首先 就是我們有Online的平台 每逢星期二 早上我們會有 Product的Online的Web Shop 我們逢星期五 早上我們會有 Business的Online的Web Shop 去教大家 如何透過 認識產品 和生意 和一些心態技巧 去幫助大家 可以盡快去起步 而且我們Offline的系統 也是非常完善 我們有一些經驗 非常豐富的Leader 每個禮拜都有些 作出的分享 我們有經驗非常豐富的Leader 在產品上 和大家一起去做到分享 有些訓練去幫助大家 這就是我們整個 王輝Online和Offline 配合得到 去協助大家起步 當然 我自己最喜歡 就是 剛才也說過 一個生意可以讓自己 賺到錢的同時 擺脫了打工仔的束縛 做小生意的束縛 的同時可以有成長 我們王輝很注重個人成長 還有魅力管理 接下來我們省月和十二份 都有些訓練系統 還有一些訓練系統 我們歡迎大家 如果你去香港的話 都可以參加 好了 今天我的分享到這裡 我將時間交給Jessica Thank you 多謝老師 我相信很多朋友 可能今天都會有些預算 我不如請幾位 你們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的預算 有朋友想分享一下 你可以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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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看一下 我們有海外的朋友 你們今天會不會有什麼 得著 由Sammy Polly 好 或者我自己分享一下 其實我覺得 剛才我聽到老師說 他說 這支筆掉了之後 可以馬上補上 真的很重要 我剛才聽到 有個夥伴 是不是V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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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 那個是誰呢 Vanilla 好 有沒有人想分享一下 今天可以解釋一下 好 不如我再問問老師 趁老師這麼難得 其實很多人都會想想 有了這個工具 其實老師 你在Newskin這裡 和以前的生活 和現在的生活 其實有什麼不同了 其實很大不同 我以前的生活 全部都是由人 被人去安排 我現在的生活 就是由我張開眼睛 到我閉上眼睛 都是由自己安排 這是很不同的地方 第一 第二 就是以前做打工的時候 沒有想過幫人 也沒有想過 在工作崗位上 很友善去對待不同的同事 這就很影響了自己 日常生活的態度 或者一些為人處事的認識 這個生意 我很開心的地方 就是 讓我改變成為一個 每一樣都想 讓別人去成功 幫助別人 這個由 只是看自己 去到我慢慢慢慢 學會去看別人 慢慢到現在學會 是多一點 是用別人的利益 去跟他一起 去工作這個商業 我覺得對我來說 整個生活的認識 經營人生的認識 和人交往的認識 都完全不同了 嗯 其實我剛才聽到 Jacky 分享 她這麼有選擇的生活 我都覺得很享受 對 對 她自己選擇 她自己喜歡的職業 但她又可以 相對相對 又可以幫朋友 建立非在職手入 我相信老師 你給她的支持 會是很大的 另外我想問一下 對於你這十八年 New Skin 你覺得最大的價值在哪裏呢? 最大的價值在哪裏呢? 我想是 由我以前 只顧著自己 到今天 有十八年的經驗 我可以幫人成功 可以幫人成功 可以令到希望 對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我想對我們的下一代 能夠賦予希望給人 價值是很大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體會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很實在的 一個伙伴的故事 她是澳洲讀書 她家裡的背景是不差的 她爸爸是做生意的 因為一些原因的關係 她需要在未畢業前 就回來香港 她小時候 因為法高燒 做了一個手術 令到她的四肢是不平衡的 她也不是小義麻痺 她四肢是行得很差 所以一直以來 她沒有什麼功請她 通常工請完之後 都是做一些比較低福利 或者她工作的表現 都未能預理想 因為自我價值很低 她經過了我們很多老師 和在我們團隊裡 很多機會給她 她在她不停學習的時候 她竟然連續兩年 可以為我們 我們CF90這個產品的Catwalk Team 走上舞台 展現她成功 回復健康的一個狀態 這個我想 能夠賦予人希望是很重要的 未成功之前 令到別人有希望 我都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也很開心她剛剛去完美國年會 她看到她自己的世界大了很多 不是局限於再打一份工 甚至她的體能 甚至她的體能 她的身體 肌肉平衡也更好 這也是我覺得 富裕了很多人 她的生活 變得有希望 很好 也是剛才Jacky的分享 她已經過了一個 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生活 她一份工作只會上四天 五、六天公眾假期 都不上班 即是不做Class 很多假期都可以去到旅行 她很疼她的老公 但往往人生 就是有些轉變的時候 會帶來有不安全感 在她有不安全感的時候 我們都是賦予她有希望 讓她可以為她將來的人生 經營得更有安全感 嗯 希望她的價值是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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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那位夥伴 走Catwalk Show的時候 其實真的 很替她的努力 可以跟其他人都一樣 有著同等的機會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我知道她去美國年會 也做了很多 自己的健身訓練 才可以到處一起去玩 好 再問一下有沒有夥伴 你們都有問題 想借這個機會問問老師 有人舉手 Savio老師你開麥克風 我想問一問 我開了麥克風了 Germann老師 因為特別 你作為香港土生土長的一個香港人 而且你也說到 你中途很早已經出來開工 沒有繼續讀書 但是後來你的足跡 又在海岸不同的地方 被公司不同的地方 邀請你去演講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通過這個渠道 通過newsine這個機會 你怎樣看作為 開發國際的視野 個人的成長 也有國際的收入成績 成長加成績 怎樣在你自己身上 體現出來 可不可以分享幾句 這也是我很大收穫的 西部老師先多謝你問這個問題 我想我其實有時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我都會說 我在香港來說 算是偏低學歷的一批 打工仔 就是因為我低學歷 所以我覺得選擇很多 我不是去到沒得選擇 才選擇newsine 我反而是因為 我沒有給專業資格 去框死了自己 平留在一個崗位 所以我很多東西可以選擇 我給很多高學歷 和高主義資格的人 我的選擇還要多 就是因為憑著這個很倒空的心 我在newsine 裡面快速成長 我想我還未曾 賺到 所謂的 一個很圓 很滿意的不在職收入的時候 上當年 我已經擁有很多成長 一個創業思維的年輕人 我曾經代表香港去了青島 和一些智慧和經商 和在newsine裡面做得很成功的 一些主持人去分享 這個會場也有很多人 五千人的會場 也代表過香港去泰國 去做分享 也代表過香港去過巴提亞 有越南、有文內、有印尼 有菲律賓、有泰國的夥伴 東南亞市場的夥伴一起做交流 其實當時的感覺是 哇!媽媽我得了 有一點點 畫出彩虹的年代 媽媽我得了 沒有曾經給一個很英俊的 傳統學業的成績表 但透過我的工作 我相信我父母是放下了 一個很大的放心 對我個人的發展 第二就是透過和很多全球最高的領導 去做交流和分享的時候 我叫做A級 或者A級 我自然整個人的思維 對這個世界的視野 對newsine整個全球的格局 是大大提升了很多的 所以很鼓勵夥伴 如果有機會去海外接觸的時候 多些機會去海外接觸到 newsine不同 我們下個星期跟Safio老師和我們團隊很多領導 我們會去台灣 對嗎? 這些都是給自己的機會去海外接觸 而我 當時在newsine未成熟 未曾做一個很認真的夥伴的時候 我已經跟老師去馬來西亞開市場 我很記得 其實是因為這個國際市場 我當時是不懂做newsine的 未曾認真做 也感謝我的老師 美美和柱澤老師 她邀請我 和願意帶我去 開我的眼界 而我真正看明白 newsine是在海外市場 明白這個生意 一個很龐大的機會 是的 不知道答不答到你的問題呢? 答到是嗎? 那就可以了 好 還有沒有夥伴想分享一下得著用 或者問問題呢? Joey是不是舉手了? 剛才看到她按了按鈕 好像按錯鈕走了 哈哈哈哈 現在聽到嗎? 現在聽到 我想問一下 很多人說 newsine很多年 其實你經歷了這麼久 你覺得 newsine在發展上 有沒有什麼不同了? 嗯 其實我們由 我們叫千禧年參加的 Leader 過去十年 newsine是翻天覆地地改變 就是完全翻天覆地地改變 第一個改變呢 就是 我剛才也說 我們公司以 取休捨劣好的成份 專利的成份 一直帶著整個美容業界 和維他命補充業界 就是我們用 all of the good, none of the bad 的概念去做產品 到了2008年的時候 我們公司突破性就是 做基因科技 其實已經成為一間科技的公司 用科技去研製產品的公司 是很不同的 再去到十年之後 今天2019年 我們公司向 全球的商機平台版塊出發 就已經不是局限於 一間普普通通的直銷公司 很實際地和大家分享 因為大家都會關心起步 作為一個生意 也會關心營業額 有什麼產品去支援 這是很實際的問題 作為一個生意 剛才我也說 就是我們舊Yinex Bar 用了十年時間 我們是 全球的銷售賣出了200萬部 十年的時間 我們的Numi洗面機 用了18個月時間 同樣買了200萬部 你會看到速度是否完全不一樣了 第一我們有科技 第二我們有整個商機平台的平台 的平台工具 接觸全球的層面 和以往已經完全不同了 這是一個最大的分別 作為經驗者 我們做生意 其實我們的起步 都會想 成本是否合理 是否有風險 這件事是否適合我做 由兼職可以開始 還要有人教 公司全程的系統已經完整了 對我們打工仔來說 沒有能力做高成本的生意 大額投資的生意 總之好好做也好 但這些演工師全部負責 我們只是負責 也是最小部分 和最前線的部分 可能和以往的發展速度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對 這是作為一個事業的經驗考慮 是值得去想 以前和現在很不同的地方 都答到你的問題 對吧 Joey 都答到 好 答到你就好了 對 其實真的 去過海外 你就會知道 New Skin 有多大 還有你撕到其他海外的主持人 你就會知道 哇 原來我們真的和一個高級的人一起合作 真的很感謝張文樓老師 好 還有沒有朋友想分享一下你的得在 或者想有問題的 或者海外的朋友 大家也可以展示一下你的樣子 大家一起說一下hi 是呀 是呀 hello 好 先看看 好了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要怎樣按 好 不要緊 我們今天的時間應該差不多了 我們再次給你的掌聲 張文樓老師 Thank you 很棒 多謝團隊給我這個機會 做online的分享 希望幫到大家 拜拜 好 拜拜 掰掰